大国博弈不可能停留债一朝一夕 以中国成为俄罗斯的议价筹码 这个说法是存在意义的 当下的国际局势正在向多极化转变 但由于美国迟迟不愿意认清现实 不愿舍弃所谓的霸权 仍寄希望于独霸全球 所以才频频整事 才会对多个增势迅猛 实力客观的国家进行多领域制裁 在这一方面 中国和俄罗斯接连上榜 而中国崛起的势头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美国已经对我国进行多领域的严厉制裁与压制 甚至还曾对俄罗斯抛弃选择 妄图拉拢俄罗斯战队 一同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 而这便是中国成为俄罗斯一架筹码的出处 现如今 俄罗斯深陷俄冲突 精力 使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而在这个敏感时间段 美国再多暗示俄罗斯战队共同围堵中国 但结果未必如美国所愿 二 美国事业行为有哪些 首先 我们需要搞清楚 美国曾对俄罗斯有过哪些事业行为 依靠相关记录与统计 美俄关系的发展历程还算比较波折 甚至还曾有过三年的蜜月期 1991年至1993年 俄罗斯一直在向西方看齐 在制度方向也意味追寻美国步伐 采取的是一边倒政策 与美国关系为史上最佳 但是由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特别是核武力量太过优越 美国迟迟未能彻底放弃戒心 双边关系会受到一定影响 而这个时候的俄罗斯仍在寻求与美国交好 虽有分歧 但双方仍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与对策 直到2003年 美俄关系出现巨大变动 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冲突 呈现加剧趋势 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现在 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 但在这个时间段内 美国曾多次为俄罗斯抛弃选择 妄图拉拢其一同遏制中国 但效果微乎其微 在美俄双方已经产生矛盾 且持续紧张的前提之下 美国也意识到了俄罗斯的强大之处 并为俄罗斯抛弃选择 妄图让俄罗斯站队美国一同压制中国 但俄罗斯并没有应运 看到俄罗斯的坚定态度之后 美俄关系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美国也一度加大了制裁力度 甚至成为俄乌冲突的幕后推手 持续为俄罗斯增添压力 当然 美国是数级病适 间切迫使俄罗斯做出选择 美国一边拉拢盟友 为乌克兰送去多次军事援助和军事支持 一边与盟友一起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制裁 妄图彻底打夸俄罗斯 并在前军一发之际再次抛出选择 迫使俄罗斯战队 据美国媒体报道 先切断美国开始主动向俄罗斯抛出友好信号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回应 称如果普京有结束俄乌冲突的意愿 会在与北约盟友协商后与其会谈 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开始创造条件 为俄罗斯提供有限选择 按照最快的事态走向 俄罗斯应允了这个建议 就相当于走上了美国铺好的道路 要知道北约的主导国家是美国 即便美国真的要与北约国家进行商议会谈 决定权也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 若美俄真的进行会谈 美国定会提出条件 联手遏制中国出现的概率确实很高 但是俄罗斯未必会按照美国的心意做出选择 三 俄罗斯会如何抉择 与中国关系会发生改变吗 中俄关系坚不可摧 这已经是世界上公认的事实 按照我的观点 无论事态如何发展 俄罗斯都不会站队美国 与其一同遏制中国 从俄欧冲突爆发的起因和过程来说 美国的确占据了重要比重 且处处针对俄罗斯 已经为俄罗斯带去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此基础上 俄罗斯又怎么可能投敌 最为关键的是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根本矛盾 并没有解决 甚至在多个领域都存在巨大的摩擦和争议 强行战队并无现实 反观中俄关系 我国非但没有在俄乌冲突期间 减免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与交涉 甚至联系愈发紧密 具体来说 当美国呼朋唤友 一同对俄罗斯进行更严厉制裁时 的确为我国施加了诸多压力 但我国并没有因此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 该有的贸易往来仍在继续 在某些方面甚至再创新高 尤其表现在能源贸易方面 虽说我国地管物博 但在能源领域还无法保障自给自足 所以对外界需求量也是很大 相比之下 俄罗斯能源资源非常丰富 无论是生产还是出口都是佼佼者 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输出国 还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 在全球能源市场 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影响力 虽说之前 我国也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进行合作 但量远没有现在大 贸易额没有现在多 联系的紧密程度更是不及现在 现阶段 中国两国在能源贸易上的合作 正在向全方位发展 并在经历了多重考验后 创下一个又一个佳季 中俄双边关系也达到一个展现的高度 未来局势一片大好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纵然美国为俄罗斯抛弃善逆选择 也无法彻底改变现状 更何况当下乌克兰就是由美国操纵 基本矛盾暂时无法根除 又何在谈 拉拢一说 再行者 俄罗斯之所以陷入当下困境 美国行为就是最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搞小动作 没有推动俄乌冲突 没有对俄罗斯进行超乎想象的严厉制裁 没有游说盟友 为乌克兰送去一批又一批的军事援助 那俄乌冲突还会是现在这样吗 而这也就意味着 俄罗斯面临的严峻局面 与美国的确脱不开关系 而在俄罗斯面临困境之时 美国再度发出缓和声音 实质就是自导自演 为美国利益最大化鞠躬尽瘁 至于美国的最终目的 已经是司马昭之心 众人皆知 如果俄罗斯实力衰退 对于美国的潜在威胁就会少很多 若美国趁机拉拢俄罗斯 为其抛侃兰之提战队并达成共识 那我国会遭遇更大制裁 压力激增 就目前情况来看 美国拉拢其盟友为俄罗斯 送去更大制裁和压力之后 还不忘推崇所谓的印太战略 妄图共同围堵中国 以影响我国的周边发展环境 阻碍我国绝起壮大 虽说最近美国对中国态度 有了明显改善 中美双边关系也有所缓和 但美国对我国基本态度和方向 是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 现阶段的美国之所以 暂时性改变与中国关系 使美国现状和利益所趋势的结果 并不能代表长久方向 最值得以提的是 美国也曾多次对我国立下承诺 标示不会再插手台海之势 不会再以台制华 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和三个联合公报 可结果呢 不还是亲自打脸背信承诺吗 另外就连美国盟友国家 也曾因美国承诺而受到损失与冲击 仅以欧盟国家举例 自欧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变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而欧盟多国也都紧跟美国脚步 复刻美国作为 也对俄罗斯的能源进行了严厉制裁 要知道欧盟国家本是 俄罗斯最大能源进口国 无论是天然气石油还是煤炭都有涉及 对俄罗斯能源进口依赖性非常强 可欧盟国家 听从美国观点对俄罗斯能源进行制裁后 短时间内是无法找到替代国的 而这也就意味着 欧盟或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 当下局面已经不太乐观 可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之下 美国不仅没有帮趁 居然趁机提高能源价格 致使欧盟举步维艰 已经引发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 可结果呢 美国仍以各种借口搪塞 利益自己得损失别人单 这种种前车之鉴 相信俄罗斯也能看得明白 又怎么可能轻易放下美国抛来的橄榄枝 更何况 美国只是传出这样的消息 拜登也是口头表述 信服度不高 在这样的背景和压力之下 中国依然大力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 双边关系愈发融洽 未来合作领域定会更多更广 联系也会更加紧密 相信俄罗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从上我们做个简单总结 一 中国成为俄罗斯的一架筹码 说法并不妥当 二 美国对俄罗斯示意并不能代表什么 对中俄两国释放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依然要做好全面准备与规划 三 未来 即便美国再度为中俄两国施加薪的压力 并再度挑适 双边关系也不会发生巨大改变 合作共赢也定会变成现实 四 中国关系可能发生微妙变化 但一定是向好方向发展 双边贸易额猛增 俄罗斯多次强调 中国友好关系就是最好的信号 五 无论事态如何发展 做好自己的准备才是最重要的